過年清潔 不過就是城市間凡夫俗子在做的事 讓我來教導你 打掃的奧義 第一招 瓜之奧義乃手腕一個物理動作作為基礎 這個最重要的就是手腕的靈巧程度 從上到下 從左到右 畫一個名為莫比烏絲環的 巴 這樣就可以為每一個角落都照顧到 直到我媽媽笑哈哈 好啦 一個在這邊拖地啊 過年掃地何必再彎腰 第二招 當你家庭園這麼大的時候打掃起來一定很麻煩 像我一個這麼愛護地球的人哪裡都是我的家 那句話是怎麼說的呢 天是棺材蓋 地是棺材板 喜怒哀樂死都在棺材裡 去年我們在除草的那一集有介紹過兩台催液機 不過今年威克斯他們再次改版 Liftjet 噴射機 該死的髒X線 今年的飛機杯 今年的噴射機設計得非常不一樣 這有一個伸縮快感的套筒 往上拉高風量 往下拉高風速 突然拉一下應該會不會難痛 風量每小時696立方公尺 風速每小時209公里 那是假的 假的 在作用力跟反作用力之間這是不可能的成立 丞相起風了 乾脆 我想說萬一掃走咧 你家工廠已經亂到連掃把都沒救了嗎 瘋之奧義 對 這就是 推的時候技能配戴口罩 第三招 誰知道你 萊姆高壓清洗機 清洗機它能夠拿來洗車其實一點都不意外 但是萊姆清洗機它有附兩把槍 而他們的清洗機在工業裡面又成為重炮型的清洗機 反正像有什麼厲害的呢 他們有兩個噴嘴 可調式噴嘴呢 它基本上就是能夠 在你洗車的時候呢 去變換它的 面部 比如說像你現在要清潔一些 成年的帳污 的時候你可以把它調尖 當你把泡泡洗完了之後呢 你可以把它調散 有沒有看到彩虹 螺旋式噴嘴 導播來個慢動作 它用一種不均勻的打擊呢 能夠在你清洗的時候 能夠有一種打霧的效果 為什麼會有老闆自己洗工洗車的呢 而他們的快拆桶呢 只要把水跟電關起來之後 你就能夠快速換槍了 小槍跟大槍裡面呢 都有附一個泡沫的快拆接頭 這樣應該可以搶十元洗車店的聲音 長槍 他們的長槍呢 其實就像一般的步槍一樣 也就是說呢 比一般的手槍更具有威力 而且射程更遠 他們的槍呢總共有165bar的威力 它後面的模組呢 都可以用你剛剛的配件 用快拆頭的方式把它卡上去 要拿要換的時候呢 拉就可以起來了 然後它的下面呢 這個就是不一樣的頭 就是不一樣的角度 有0度的 15度的 25度的 40度的 你可以換不一樣的頭 然後用這樣子拉起來 就可以了 當你洗完一家大小 所有東西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夠很極致的把它收納好 然後開始捲你的可愛的小線 它的水管有10公尺這麼長 所以你就可以不要用拉的主機到處跑來跑去 當然啦如果你家只有電源沒有水源的話 你可以把水管拔下來 沖上這個沉水頭 然後把它丟到水桶裡面 注意事項 放進去之後呢 記得先開機 等到你的水管裡面把空氣排出來之後呢 再關機 接上槍頭 就可以開始使用了 你可以洗石磚 洗鐵捲門 洗小狗 不能洗小狗 來我們來到最終的試煉最可怕的地方 就是我們製作人的房間 我們製作人的廁所實在是太噁心了 太可怕了 你看一個好好長得漂漂亮的女生 廁所竟然能夠如此的可怕 來我們來仔細觀察一下製作人的廁所 製作人的廁所裡面充滿著 長年紀念累月的霉菌 一般的少女住在外面的套房 都是非常可怕 非常常見的一件事 通常長得越漂亮的女生 家裡通常越可怕 不過沒關係 我們用水之奧義去對付她 馬桶旁邊的Go 厲害吧 家中有像我這麼好的男人 5分鐘解決製作人25年來的美菌 但這些還不夠 接下來 身為一個工業潮的男子 刷廁所 合作用刷 最大扭力140牛頓 每分鐘3300轉 相當於每分鐘你能夠尻3000下 我們去網路上隨便買了一個1.4的磚頭 它後面有一個六角柄 然後可以 在這種快速拆磚的電端上面使用 不過我覺得距離有點近 有點危險 我這刷架整個手都是曬 我們來把它加長一下好了 感覺安全多了 充魚其實呢 它除了能夠居家使用索羅斯拆螺絲之外 它當然也能夠加入打掃的行列 長年的污垢跟咖啡垢 然後側邊呢 如果你的地方比較小 你塞不進去呢 你可以使用這種 轉接座 電端炫起來 地方媽媽都愛你 刷阿媽的 好 幫我拆下來了 快點 你這拆 剛來的拆下來 如果刷來去除不咬 第五招 魔之奧義 講到魔之奧義呢 最重要的就是使用 對的工具 當你的清潔劑呢 無法去除污垢 當你的刷子呢 一壓刷不起來的時候 我們就要使用到 研磨 在工業的世界裡面呢 講到研磨你就會使用 砂蘭機 跟砂布輪 但是呢 它雖然去除了上面的污垢 它本身也把你的肉 也去掉了 所以呢 講到研磨的王者 你就要提到 MMM 在除漆除袖的之前呢 我們有知道 紫金剛 所以紫金剛我們之前拍過了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在這集結束的時候呢 去看我們之前的那一集 認識完紫金剛之後呢 你要認識的是 綠金剛 綠金剛跟紫金剛有什麼樣的差別呢 就是綠金剛 它主要的成分是氧化鋁 它能夠使用在一些 重度工業的研磨 或者是一些 主要的鋼梁啊 然後鋼垢啊 或者是一些真的非常研究的 生鏽的一些產品啊 那你都可以用綠金剛 它能夠比紫金剛還要更有效率 但是它的切削力就比紫金剛還要更強大 它跟紫金剛呢 都是能夠裝在手持殺人機上面 它能夠代替鋼絲刷 才不會你在研磨的時候呢 就射了全身都是鐵絲跟鐵鋸 但是我們剛剛提到呢 什麼叫做好的研磨 所謂好的研磨就是 它不傷到你的表面 但是它去除了上面的污垢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要認識 曾經在實驗推出40年 但是非常少人家知道的 小旋風凝容研磨盤 跟小旋風彩色拋光輪 人稱小太陽 小旋風雖然它的單價比較高 但是它已經橫行江湖40年了 它的細緻度能夠到8000番 8000番是什麼樣的事件 那它適合用在什麼樣的地方呢 就是用在一些老物修散 或者是用在一些非常珍貴 就是千萬不能傷到 任何一點點表面的物件 或者是可以使用在一些 撼到的研磨 清除油漆 清除物質 清除黏膠 還有一些清除鏽石 還有一些毛邊毛刺 精緻研磨拋光 跟你所想像的到的重金屬氧化物 它通通能夠請小旋風來勝任 而這些物件呢 它都是比鋼絲刷還要更安全的 基本上鋼絲刷在我的工程世界裡面 已經被我淘汰掉了 所以簡單說呢 如果你要拋光一些老物件的話 你最大範圍可以使用這個 再來你可以使用這個 而細緻的範圍呢 你可以使用這個 那我們話不多說 就進去示範啦 首先第一個是日據時代的老燈 日據時代老燈屋 它的鐵件內部已經鏽石 所以它非常的脆弱 那我們就是要用使用最輕柔的方式 來拋光它 整理它 去除它上面的物質跟鏽石 再來這鋼絲呢 是長種他們家上次來的死小孩 包亂噴噴到上面去的 如果你研磨方式不正確呢 它非常容易走硬 而且呢 它的表面其實非常的薄 如果你今天只是為了除漆 而大力去研磨它的話 你的這顆骨等於就毀掉了 還有這種螺絲 如果你在研磨的時候 會傷到它的牙的話 你都可以用這種小太陽 也就是業界說的小旋風 來處理上面的鏽石 而且不會傷到你的牙條 喔 過年快到了 各位異鄉的遊子們 早點回家吧 你的媽媽正在幫你打掃房間 你的爸爸正在幫你打掃客廳 他們正準備著好吃的年月飯 等你回家呢 若是江湖上有人提醒我 你就告訴他 我是打掃浪 闪賴 現在無奈